大家好,歡迎收看另外一輯的橫觀散打2.0 今天就是9月9日,星期一的日子 今天就在公司做得比較晚一點 現在開麥克風的時間已經是7.8個字的時間 所以今天就我想今集我盡量比較簡潔一點 希望沒有拖拉太長 如果不是的話,到常載的話 可能已經過了我們平時9點出街的時間 今天就打算和大家談論一下 香港現在的經濟的架構和發展 因為今天在公司有同事說他在網上聽到 一個評論或者談論 都是香港金融界的一個重量級的人物 就是梁兆基先生 最近對於香港的經濟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種種和發展的路向 有他的一個看法分享 那個同事就問我有沒有看到 沒有聽到 我說我真的沒有聽到 他說他聽了 當中有些內容他都記得 就說一下 如果有時間的話都可以聽一下 因為始終梁兆基先生在香港金融界 特別是銀行界的經驗就非常之深厚 他其實有一段長時間 我不是很完全細讀他的生平 但是就算我在香港工作這段時間 其實都很久之前都已經知道 梁兆基先生當時就在前匯豐 最高的時候就去到副行政總裁 然後在匯豐之後 其實他就好像後來都曾經在星子銀行 工作過一段時間 然後就成為了香港總商會的會長 也有幾年時間 就好像剛剛今年就被這個行政銀行 就領導了做一個CEO辦公室的顧問 所以對於香港的經濟、金融的整體 銀行界相當之有一個資深的經驗 我真的沒有聽到或者看到他的評論 在YouTube上也好像見到的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當然也可以上去瀏覽一下看看 但是他的YouTube做得不錯 就是他有一個分析 譬如說在內容的一些撮擾 他也有提及到 所以我因為也沒有時間 真的聽了整個YouTube 但是看他的提要 他似乎有幾點 包括香港的經濟並不是沒有出路 但就需要多做很多事情 似乎就是要增加對外的宣傳 就是要唱好香港的情況等等 因為似乎外國很多的媒體 就對香港的見解 看法來說可能是他認為 有一些不太真確的地方 所以我們自己就要做多一些 這方面的工作 這些推廣的工作 解釋、說好香港等等 他也提及到當然 就是香港背靠祖國 所以祖國的經濟 當然和香港的經濟就連成一體 而因為中國的經濟和政治 也都令到香港的政治的穩定性 是非常重要的 亦都是外國投資者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所以他說這方面 其實都是要多些說 和唱好的地方 但是他也提及到 譬如說 他講到香港的經濟 一直以來最重要的 就是金融、貿易 這些是香港經濟的種中之種 其他的很多一些 甚至乎旅遊 就是我們現在的香港政府 大力地提倡旅遊 搞很多一些活動 什麼世界 城市之都 希望搞好香港 但是根據他所說 梁先生所說 其實旅遊只是佔香港 整體的GDP一個相當之勢 甚至乎 基本上接近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應該是集中火力 集中精神 所有事情 就是盡量搞好經濟 和金融和唱好香港 他也提及到 跨國企業對香港的經濟 一直以來來說 這個貢獻就很深了 還有他也說 在香港來說 搞這樣的財富管理 是有相當之深厚和優勢的 在香港的財富管理這個行業來說 我們的優勢絕對不會比 其他亞洲的一些金融中心 是少或者差的 所以這些都是一些 我們應該是 重點去開發 以及去扶持 以及唱好的一些事情 但是他有一點 其實也頗有趣 我不敢肯定他這一點 他是不是質疑 還是怎樣 因為他那個提及當中 也提及到 外國勢力企圖削弱 香港的集資能力 這個論點 就 我有少少保留 老實說 我覺得梁先生 如果只是看他演講 演說的卓要來說 其實很多都是 我覺得都很合情合理的 一些說法 但是有些方面來說 我覺得都要有一點點斟酌 我嘗試講講我的想法 首先譬如說 強調政治穩定 是投資者的首要考慮因素 那麼政治穩定 當然這個也是重要的 但是問題就是 怎麼達到這個政治穩定 說這個政治穩定的後面 一個更重要的就是 怎麼出來呢? OK 譬如說 如果你說 因為國家的實力 無論硬實力也好 軟實力也好 都是非常強大的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信服 這麼拜服 甚至乎是 擔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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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一定是唯一的 發展方向呢? 其實我又覺得 又不一定是 老實說是 如果你是在一個強權底下 而達到一個表面上政治穩定的話 這個不一定是一個最理想的一個 也是最吸引到外資投資的情況 因為呢 我也見不少一些網上的評論 或者QL 都嘗試唱好中國 我不知道他們自己 是否真的完全是 很忠誠地相信自己所說的話 還是什麼原因 我見有些說 原來沒進入過中國 都不知道外面對中國的評論 是可以差這麼多的 因為他們說 他們去到中國 覺得中國 簡直是一個天堂 非常之安全 非常穩定 很乾淨 有些東西很穩定 說到中國的 譬如說支付系統 有些東西來講的話 譬如說 也可能是 透過這個網上 種種的一些 喜居飲食的便捷來講的話 再加上就是 從這些部分 KOL的口中來講的話 是非常之感覺非常安全的地方 其實我一邊看 我覺得 其實這些KOL所描述的 中國情況來講的話 我想某一些程度 和俄羅斯應該都是一樣 在俄羅斯我相信 都是你在街上走的話 只要你沒有做什麼 不合法的事情 應該都感覺到非常安全 因為 我估計都相當之清靜 平靜 因為每個人都只是會 埋手做回自己的事情 很少懶惰 所以 如果這個現象 都是解說為 非常安定 安全的感覺來講的話 這個是不是有一點而是一個 只是一個錯覺呢 還是實體的情況呢 另一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我覺得 是不是一定要需要有一個 這樣的背景底下的一個 叫做政治穩定 才能夠吸引外國投資者呢 這樣 那似乎又不一定是 老實講 就是 你說說回香港過去的歷史 或者就是 回歸中國之前的歷史來講的話 香港從六十年代開始 一個小漁村開始慢慢 變成七十年代八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來講的話 當時你說 香港是英國的一個殖民地 但是 英國似乎政府也都沒有對香港 做到一些很 就是 強權的 一些 要管得實 香港其實一直以來來說 一個經濟發展的 最強的 或者最優勢 就是經濟學家Milton Friedman所說的 香港是一個 就是在他所接觸過 見過的經濟架構當中 來講的話 是最接近一個 拉斯阿菲爾的 一個情況 就是一個非常自由的 一個貿易營商的一個環境 OK 而這個自由度來講的話 也是一個 就是 可以 有一個空間 給你發展 這個反而就是 香港的 過去成功的 一個地方 當然一個好的機制 一個 一個公平的機制 讓大家可以發展 當然也是重要的 但是 這個就是所謂的 拉斯阿菲爾 跟現在的情況是多麼不同 現在就是 各樣各樣都要管得實 那種 OK? 甚至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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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中國境內的一些 外資的公司來講的話 就是 都 據聞 我自己沒有七身經歷說 都會有 就是 中方的一些 特派的人員 作為一個 就是 政治的一個 培訓 一個 一個 教導 一些政策方面的 一個解說員的 一個身份 這樣 這件事情 其實我想也是 令到很多 就是 有興趣 投資的人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香港 將來的發展 都是會 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話 那麼 這樣的穩定局面 是不是一個 會很吸引 一些人 大量在香港投資 這樣 我的估計 就 未必會是 OK? 以及你說 那個穩定性 是不是一定需要說 有非常之強大的硬實力 軍事實力 核武的實力 才能夠取得到 這個 一個 穩定的局面 或者一個 大家相信的情況 那麼 如果看回瑞士 也不一樣 其實 瑞士 老實說 它有很大軍事的力量嗎? 不是 OK? 那麼 它有很大的科技實力 令到大家都要看頭做事嗎? 也不是 OK? 但是 瑞士來說的話 的確是有它作為一個中立的角色 就是它的穩定是來自它的中立性 OK? 它的中立性令到它 即使在十多年前 沒有了銀行的那個 就是私隱的一個金鐘罩保護底下 也都仍然未見到很龐大的一個資金 大量地由瑞士流去其他地方 OK? 它的一個中立性 一個開放性 一個 就是 資訊的透明度 還有他們當然 他們本身來說 自己也有一個相當之歷史悠久而穩健的一個金融銀行的機制 以及他們財富管理方面的人的能力 OK? 令到今時今日來講的話 雖然已經吃了幾十年了 這個金融中心地位來講 都仍然 還在吃 還可以吃 OK? 它並不需要說 有剛才所說的 一些絕對的什麼 軍事、軍備、核武器、科學等的能力 才可以給它這個特性 我想其實就是 所以你說 在金融貿易的重點來講 維繫這方面的優勢中心來講 其實 是不是一定需要有很強的背後的撐腰 才可以呢? 這樣 又似乎不是 這件事情 所以我想 還有我想 要唱好香港來講的話 我想這件事情也是 就是今時今日的資訊的透明度 還有香港 不是一個真的完全是 在角落頭 大家都不是很各的地方 如果是這樣的話 沒什麼人的知曉 沒什麼事情的話 你喜歡怎麼唱 都知道怎麼吹 喜歡怎麼說的話 都沒有什麼人理 現在的情況下 就好像委內瑞拉那樣的情況 就是委內瑞拉來講的話 剛剛 那幾月之前 總統大選 現任的總統來講的話 根據所有的外國的媒體 各國來來講的話 都似乎就是 總統的得票率 就是 一個 就是 遠遠落敗了 但是 他就 把反對的聲音全部 收監了 OK 於是 就抹乾淨 好像粉筆字 抹乾淨淨 OK 因為 基本上也是 越來越少的外國的資金 在委內瑞拉那邊 就有投資 所以大家 基本上 都已經不關我的事了 你怎樣的話 關上門的話 你喜歡自己 自己 自吹自擂 你喜歡說什麼的話 你自己搞定 OK 別人已經是當你無盜了 所以 你這樣的話 你可以做到一個 任你喜歡 怎樣 都可以的地步 那麼 香港是不是想要 就是一個這樣的一個 一個結果呢 或者一個這樣的局面呢 OK 我希望不是 這件事就是 其實 就是 長實集團的 就是 李澤佳 其實他在 他以一個 一個 主席的 的身份 就是 今年來說的話 就是最後一次出席 這個長實的 那個 股東大會 其實在會上 其實他都 多次多次強調 就是 維繫香港 作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性 OK 但是問題就是 你怎樣去 維持這個 國際金融中心 這件事 OK 如果你只是 只說 現在我們有 這個偉大的祖國 強大的祖國 做背景的話 就非常穩定 這樣的穩定局面 其實就 在我眼中 就並不能夠 可以維繫到 國際中心的 地位 另外 梁先生也覺得 外國勢力 企圖削弱 香港集資能力 這件事 事實上 我又真的 不是很認同 老實說 OK 就是 這件事 就是 香港 削弱了香港 這方面的能力 有什麼好處 他們可以 IPO他們 會多分一杯羹 OK 就是 有沒有一個很特別的原因 要這樣做呢 這樣 就是 香港今時今日 其實 是不是對很多 其他經濟體系 是一個很強大的 一個競爭對手 是需要 做這些 抹黑的動作呢 這樣 我想 又不要自視太高 就是把自己的重要性 捧得太高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又會覺得 是這樣的 事實上來說 我覺得 香港的 在資產管理 財富管理方面來說 其實是 有一個 很深厚的 歷史的背景 即使 到今天來說 其實我仍然認為 香港是這方面的人才 因為 你要做到這個 財富管理來說的話 我覺得 那個 資訊的 流通性 開放度 是很重要的 當然 對於資產的保障 這個也是需要很強的一件事 這樣才會安心 OK 而這個保障的話 怎麼能夠確保呢 這個反而是一個 頗需要考慮的一件事 就是 譬如說 有一段時間 就是 香港政府也期望是 發展香港做這個 家族辦公室的 一個 就是 重要的一個 就是 一個 行業 或者香港未來來說的話 其中一個 可以期望 可以發展 但是 看回過去這兩三年來說 在這方面 當然 香港政府的數字 就說 有 在香港來說 現在有 不知幾千個 家庭辦公室 的一些辦公室 或者是有些公司 只是搞這件事 但是 我想 搞家庭辦公室來說的話 其實 也很重要就是 保障 自由度 投資的 靈活度 這方面 當然 對於 有 這麼豐厚 身家的人 或者家族來說的話 其實就是 怎樣可以 維持到 這些 財富 是一個 自由 開放 沒有一些 捆綁式的 環境下 或者背景下 這也是很重要的 這方面來說 其實 我不敢說 香港 現在 沒有了 剛才所說的 優勢 而是 多了這方面的 一些不確定性 或者 憂慮 這件事情 這個 反而是 一個 就算 花多少錢 去唱好 都 要 自己要 面對的 一個 一個 情況 那 老實說 如果你看回 外國 什麼 外國勢力 怎樣 唱 唱 香港 之類 的話 其實 我想 從資金流向 其實 都很重要 老實說 你說 OK 關係不好 國際關係不好 等等 來說 其實 如果 投資者認為 都仍然有 一個 投資的考慮 的話 其實 資金都仍然會 擺放 老實說 錢是 就是 最 客觀性的 在我角度來說 的話 就是一個 指定 但是 而 在這方面來說 其實 如果 從中國方面的 FDI的數據 我過去也有說過很多次 如果你看回 一些外國的 直接投資 在中國來說的話 其實 過去這兩年 是很明顯地 是 不斷減少 甚至乎 今年來說的話 是 出現了一個 淨流出 如果 如果 今年 餘下這幾個月 那個情況 跟過去那8個月 是 沒有改變的話 今年很大機會 是中國 有紀錄以來 第一年 看到 外國直接投資 是一個淨流出的一年 OK 這也是 我想 絕對需要 正視和關注的事情 而我星期間的時候 看到有一篇報道 就說到 就是說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歐美 西方國家 磨我之心不死 之類的說話 OK 但是 周末的時候看到 連日本的企業 都明顯地減少了中國的投資 這件事情 真的值得特別的關注一下 因為 日本的企業 其實從80年代開始 當時 日本的經濟在高峰期的時候 其實 就已經 開始 向外 的投資 OK 80年代的時候 就是 從什麼事件開始 引發呢 其實就是 當年 這個 美國 做總統的時候 當時 因為 美國的汽車業 是 貧臨 真的 塌 OK 因為 也是高油價的 一個 後遺症 而 當時 美國的 汽車業 來說 其實 整體的設計 發展 在高油價底下 其實 真的 真的 轉不動 OK 再加上 日本的 汽車 在那時候 在美國 就越來越 配合到 當時的 高油價的環境 因為當時 因為高油價 變成了 需要一些 更加 有能源效益的 汽車 當然不可以跟今天 比較 但是 在當年 日本的汽車 跟美國的 那些 好像坦克車 那樣的 就是 那個 重量 OK 以及 耗油的程度 真的可以跟坦克車 有得比 所以 是 日本的汽車 在70年代 美80年代 在美國 是非常之禁成 也是搶了很多 的市場份額 那樣 所以呢 當時 Ronald Reagan 就是要 首先 對日本的汽車業 就有些懲罰的關稅 懲罰的關稅 就像現在美國對中國的 EV 那樣的情況 那樣 後來來說 就是 Ronald Reagan 就要求日本 自行 去限制 日本車出口 去美國 就是 設定了一個 一個 就是說 每年 限制 日本做的車 進入美國 只可以 多少 幾多量 那樣 就去 藉此 給美國的汽車業 可以有翻新的機會 所以那時候也引發了 就是日本的汽車生產商 就開始在美國設廠 OK 因為你不讓我在日本生產的車 進來美國 所以就 把那個生產基地 就搬到美國那邊 就變成在美國本土生產 那樣 所以那個也是 掀起了 就是日本的企業 向外投資 來講的話 就越來越多 這個情況 因為汽車業 也在日本來說 是一個很指標性的一個行業 變成有一些領頭羊 帶領或者示範 這個做法來講 也都開始就 越來越多 別的企業 別的行業 也都參與 這樣 那麼其實如果看回 在亞洲區 以至 以至 其他新的市場來講的話 由80年代 90年代來講的話 其實很多的一些 就是第一批 外國的投資者 進去 其實日本也是其中一個最早 以及那個規模是最大的 包括中國 中國其實在80年代 經濟開放的時候 其實日本也是其中之一個 就是如果以這個國家的角度來講 就是香港當然是 香港是其中 最早在這個 中國華南地區 開始設一些 就是小型生產的工業 輕工業的人 但是 如果以國家來講的話 日本也應該是其中之一個 所以日本在中國的投資歷史 是相當之長遠 規模也很大 OK 但是去到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日本的企業 似乎都是由兩年前開始 都明顯地減少在中國的 就是直接投資 今年來說也是 就是今年如果看回 今年上半年 和去年上半年比的話 其實也都是明顯地 就是下跌了好像 二十幾個百分比 就是去年上半年 今年還有 余下時間 未知 大家看看情況是怎樣 OK 但是 這個也是 幾明顯的 因為 如果看回 你可以說 現在日本人 都聽美國之敵 當然 他們會考慮 但是是不是完全聽美國之敵 其實日本自己本身 過去的經驗 或者歷史 也看到 日本也不是完全是 聽別的國家的指導 而照著做事 很多時候來說 都是從經濟角度 一個比較大的考慮 很多時候來說 美國這樣說的話 都是應了 但是下面來說 其實也是維持的 譬如說 如果看回 日本在中國的 直接投資 那個數字來說 譬如說 在2021年 那時候來說 好像 國內都有一波 反日本的一些產品 包括汽車 我記得好像是 都有一波 反日制產品的浪潮 那時候來說的話 當然 譬如抵制的人 不去日本 或者日本的一些藝人 不請來中國表演 或者不讓他們去中國 賺錢 就是種種的事情 但是即使是這樣的情況下 在2021年 日本 在中國的FDI 都仍然是有上升 所以這個也都顯示 其實日本 起碼 做生意那些來說的話 其實都真的 生意的角度 是一個最大的考慮 現在來說的話 當然有些人可以說 當然 現在日本在中國來說 沒有競爭力 被中國公司打到殘滅 那麼 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是真的日本的東西 不成功 OK? 還是怎樣呢? 如果日本的東西不成功的話 老實說 就不會這麼多的 不只是香港人 OK? 就是國內的人 都是非常之喜歡去日本 以及在日本購物的話 都是完全不手軟的 老實說 OK? 因為呢 我剛剛才有一個舊同學 去了日本 他這次去了多久 去了幾個禮拜 日本從頭到頭 他都說 在日本 特別是在機場那裡 就是那些免稅店 的話 哇 是擠爆了 人 OK? 一聽你就知道是普通話 老實說 那些不是香港人 老實說 所以 你說是否日本的產品 沒有競爭力 這樣 所以就要撤出中國 這樣 我想是一個遊戲的 一個 不公平性 或者政策的一個不公平性 令到就是 在中國投資的公司來說 都覺得 如果不是一個公平持平的 一個營商環境來說的話 而是有很多不同的掣索 很多政策的傾斜來說的話 那我做什麼事 要在這裏 放這麼多錢投資呢? OK? 又沒有好處 OK? 又做不到生意 又賺不到錢來說的話 那其實 是大家都會想這件事情 老實說 所以 這個不是說這麼單純的 就是說 人家唱衰啊 知識之類的 就是我覺得 是不是我們自己也要 就是 想一想 到底 是不是 就是過去來說的話 的政策 是太過霸道 太過一面倒 因為 一段長時間 就是以我所認知 或者觀察 就是 國內的不少人 都會覺得 就是中國的市場的吸引力 是大到無與倫比的 OK? 就算中國有什麼的 一些政策的傾斜來說的話 外商都是會 就是 死死棄地 都是 都要是 在中國 繼續 維持一個 投入的 情況這樣 我想這個 過分的 或者盲目的 一個自信 某程度上 也都造成了 今天 這個局面 現在 OK 就是 好了 真是覺得 有一點點 藤雞了 看到外資 就相繼地離開了 連日本這些 終死的 最先 在中國投資的 投資者來說的話 都已經是 就是 拔錢走的話 那就開始 真的說 是不斷在外面 唱 就說 我們這個公平公正 維持對外開放 這個是一個不變的政策 等等 就是 好的 現在才來唱好 OK 到底這個真的只是 口頭唱好 還是真的 實情都是這樣呢 這件事 我不敢說 這件事 可能 就是 梁先生如果 他在這方面 下一次 在這方面 會說多一點點的話 我也想聽聽 問題就是 因為就是說 在梁先生所說 很多的事情 都是一些外國勢力 就是 圈驗 一些錯誤的理解 評論 之類的 但是 實際的情況 是不是這樣呢? 就是自己內部的話 這個環境 是不是都是 使得 一些外國的投資者 因為這樣 而 卻步 甚至乎 要拔錢走呢? 那我這個 也是一個 真是 要深究的事情 OK 問題就是 香港 到了現在 這個地步 來講的話 怎麼可以 將過去 這二十年的 或者二十多年的 一些 種種的一些 政策的捆綁 將它 斬攬 就是重新 恢復一個 自由港的 一個情況 來講的話 我想這個 就真的 不太容易發生 因為這個是 涉及一個 政治的思維 政治的思想 OK 這件事情 還有當然 這個意願 就是 中國 對於香港 來講的話 它想香港 扮演一個 什麼角色呢? 當然 口中來講 就是維持一個 一國兩制 香港作為一個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當然 說話就這麼說 口頭上誰不懂得這麼說 還有唸口王 每一份報告 都是這幾句說話 根本上就是 一直放在那裡 沒有刪除 沒有刪減 你就照讀 這個問題 就是這樣 唱好 向外宣傳 的話 是不是跟實情相符合呢? 我想這件事 可能 梁先生 或者其他 經濟名嘴的話 都可以 先了解一下 自己 審視一下 的情況 好了 今天 散打 就到這裡 再一次 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下個星期 和大家再聊 更多話題 OK 大家照顧 拜拜